各位好,我是彭慧珊 今天港股整體走勢非常差 早段時間雖然是低開幾十點 但跌幅很快地進一步擴大 甚至去到收市的時間來說 跌了553點 也是今年7月21日以來 最大的單日跌幅 今天下跌的主要原因 都是跟美國方面有消息 進一步針對中國企業 做更多的限制 當中包括中石油和中海油 有機會成為限制美國投資者 投資的一些目標股 也在未來的時間 會有幾大機會 將一些不符合美國上市的會計準則 要求的中國企業 剔除了要他們強制除牌 都令到投資者擔心中美的爭端 再會有進一步激化的情況 在港股下跌了553點下 恒指下跌到26300點 這個水平 幸好暫時還未跌穿 是20,000線之外 亦未跌穿26,100點 這個就是黃金比率61.8% 反彈的目標位 如果在短期內的指數 不跌穿26,100點 暫時我們都相信 整個港股 還是在一個反彈的走勢中 因為以短期的急升下 短線做回調 都是理所當然的 若果26,100點 這個位置最終沒有跌穿的話 恒指仍然有機會 在一次反彈走勢中 升上去今年1月份 29,179點的水平 降臨 感恩 蒼 神 靠 神 神 神 感谢观看